大家好,欢迎来到GGChannel,我是Kelvin,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一,2月7日星期一 每逢每天的1点钟,GGChannel都会有一节节目提供给大家 昨天说回新闻,大家似乎挺开心的 但是昨天又黄标了 多谢YouTube的LGO,证明我们的view数比较多 他就留意着我们的节目,可能是这样 再回看,真的有影响 我们的广告收入,1月广告收入比12月跌了一半 真的有影响 大家看到我很轻松,并不是我不在乎这些广告收入 只不过是怎么办呢?节目都是如常做的 你不用太担心 有方法突破点,突破点是做Live 但是这个是对于工作安排需要调整一下 大家给一些耐性 希望不够将来 我希望在两三个月内 我会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到时 或者有机会跟大家做回1点的Live节目 所以大家就继续支持我们 看看昨天的讯息也有多少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光时就说越来越喜欢看小弟的分析报导 感谢感谢感谢 Melo就说 对人民来说也不一定觉得英国合理 有香港朋友说英国爆到这样 都不控制 是神经的 这些鬼地方,给他都不去 说又说 去英国的数字 因为其实是由去年 去年年初开始有五加日 你以为移民潮这些 当然我最深里 我都觉得 其实人们只会不断地走 但是正常情况都是走一阵 通常走一阵 然后有一阵永远都会不走 永远都是说赚多几年钱 但不要紧 走和不走都没有说对错 这个永远都是自己决定的 走了的 有走了的自己的选择 留在这里的 也留在这里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是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后径也挺凌厉 因为我每天都听到有人走 每天都有朋友说 朋友是在走 那种很紧 这个当然多得我们伟大的政府 我听过一个朋友的故事 他说好笑 他说其中有个屋 因为通常有时候 比如爸爸妈妈 年纪大一点 其实是明白的 你要重新认识新的地方 离开他生活的圈市 生活的朋友 这是很难的 但是有个朋友 就说他的父母 本身都不打算走 还是有点浅蓝 但是真是支持不住 支持这个政府 可能太多 上一代的朋友 上一代的同辈 都走 令到他们都会想想 回应了 Melo 他说这些鬼地方 让他都不去 一听就知道他朋友 就是声称自己很中立 和不讲政治 正如他说 香港起码还有百多万人 觉得这个政府合理 和支持政府 是啊 是啊 我不知道 你当有一半 一向都不出来投票 那几百万人 但是 黄也好 男也好 不管政治也好 撇除这几百万里面 都还有百万人支持 是吧 其实也挺多 好了 有一位 鞭语就说 说得好 是市民的心声 Melo也说 有个朋友住在屯门大兴 就要强剪吃罐头 所以呢 就是 可能这里的朋友 有些朋友听开我节目 有些就没有 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就是准备一个小小的角落 放一些日用品 是吧 就像杯面 其实不是很多的 不用太担心 杯面 罐头 罐头可能有些 水果 有些粟米 那你最 起码你能够多两三天 大佬 例如你买一些美味的杯面 就算真的touch root 要隔壁 也不用那么惨 是这样的 OK Fanky有天明 提醒我 因为我忘记了个单商号行驶 他说是 是是是 车牌 车牌 车牌后面的数 是吧 就是他这样去控制 车的流量 真的 没得定的 好了 那就 大致上 是 大致上是 这样 OK 今天新闻 今天新闻也挺多 究竟这个疫情 我要讲多久呢 我想问问朋友 是吧 就是当这个世界 开始是 当没有事发生 真的很神经 真的很神经 当没有事 其实美国是挺失控的 但是美国 美国本身 美国本身都挺暴走 我觉得这个国家 都挺暴走 虽然我不知道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讨论 譬如说 新加坡的情况 我又不知道 新加坡 日本韩国 我不知道 英国很明显 就是 不管 其实他们暗瓦底 这个做法 其实我在Delta 就是去年 跟我朋友谈的时候 我听过 我也觉得 我不太接受到 我朋友就说 其实到最后 就全部领了一次 你不行 但Delta 我接受不了 因为Delta 我觉得不是 肺炎了 你不能这样拼 但当你去到Omicron 虽然我仍然相信 我是不会小看这个病毒的 OK 它是随时 它突然间变回 很致命 是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我仍然相信 这是生化武器 但是 你要面对现实 事实就是 这个Omicron 是 真的比较轻症多 而且 就算它是很严重 我也认为 是用这个方法 比清零好 我仍然认为 但是香港 现在的疫情 真是神奇 好像很严重 但是 那个严重 是 那个严重 是多严重呢 是 有没有需要严重到现在 哇 好像现在 你看看 是道道 道道 遍地开花 道道都强檢排 几个钟 是吧 我 我不太找到资料 其实现在有多少重症 每天三百多个很夸张 每天三百多个 多少重症 多少入院 是吧 没有人说要看轻疫情 但是 你要明白 抗疫疲劳 如何形成 我是很觉得 今年开始 香港完全进入抗疫疲劳 不是你官员 你看看 陳兆史和张竹军 就是 好像 牛 都弱了 你怎么办 你出来 你那种无力 是吧 抗疫 无论做任何事 都好 你要有个期望 要付出 那个期望 是要合理 才可以 譬如 香港为什么现在这么无力 就是 我以前 八九十年代 这里讲远一点 讲远一点 因为 大家不要介意 有时节目都是 讲一些评论 其实做人 你继续向前行你 就是那个期望 所有事情 都源于希望 和期望 是吧 而 绝望和希望 是一线之差 所以MATRIX 4里面 有个很棒的一句 就是说 我写曲的时候 其实 绝望和希望的曲 是差不多 差一点 其实这个比喻 人生也是一样 是吧 所以你要有少少期望 希望就带你向前 是吧 譬如你打一份工 你期待 我期望加人工 是吧 期望做得很有bonus 是吧 然后你的bonus 加人工 是令到你的生活 慢慢改善 那你人才慢慢向上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就是我们的期望 是去到很高的 就是我们都想不到自己 可以赚到这么多钱 我们想不到香港 去到这样的地位 一个小小的愚港 是吧 小小愚港 你可以去到 我们的演艺圈 是覆盖整个东南亚的 是吧 这个就是社会不断地发展 好了 去到现在 你发觉 你是无论多努力 你都去不到你的期望 如果你的期望 是要买楼 的话 怎么办呢 不要再说以前那些 是 你是可以有机会 租到单楼 但你要放弃些什么呢 三十年 不吃不喝 然后你上车 是吧 一千万 可以买一个五六百尺的地方 接着 然后呢 是吧 但是有这样说 接着你真的有 可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这个香港就是悲哀 好了 我们去把这个概念 放回防疫那里 防疫 我们的期望 我们的希望 在抗疫成功之后 我们可以换回一个 其实香港人要些什么 是吧 而当我们失去了的时候 我们发觉 正常生活 就很开心 香港 上班 下班 吃饭 逛逛 是想这样的 现在欧美 其他国家 我不敢说 英国 我非常熟悉 是吧 英国真的是 没什么 而疫情是慢慢受控的 那才趋涨 香港现在就是 疫情不受控 然后你还要没有了日常生活 你带领市民去到哪里呢 是吧 我不反对你政府 第一 我支持你政府 是吧 但是你要给 我没有发言权 我不是住在香港 那你和香港市民说 你想带香港市民去到什么地方 你政府的政策 你要负责 你现在剥夺了香港市民的生活 你是不是要负责 如果你做不到 你就下台 其实全世界的领袖 都要灭 特朗普 其中下台的一个很大原因 都是他疫情搞到失控 然后那群 那群 左膠 那群兽头 以为 拜登上场是控制的 又是这样的 其实都是无谓而致 不过拜登很好听 说话是假仁假意 大家就相信 其实跟特朗普有什么分别 其实你问我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的 都是猜不到 是不是 为什么猜不到呢 又不是怪特朗普和拜登 因为美国人是猜不到的 是不是 就是他们是个人主义的 好了 我们去到香港 是不是 香港 我们是全世界最有面对 肺炎的一个地方 是不是 我们闻到味 我们在你中南山说人传人之后 我们香港人经意开始 找口罩 开始 戴口罩 开始自己旁边 结果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第四波 第五 怎么来 是不是 第一波 当然是大陆下来 不用说了 接着呢 船员 是不是 接着呢 回港义 反港义 是不是 他第四第五波 都不知道怎么来 都不知道怎么来 好了 现在政府和大家说的是 不断强检 不断围堵 不断打针 科学化地和你逐一逐一谈 打针是没有 打针是有用 但不是 但如果你要去到清零的话 打针就是没有用 因为打针是不能清零的 你打十针 有数据 你以色列就打了第四针 以色列全世界 以色列最早打了 最早打了第四针 又是爆异 是不是 我已经很客观 我不管你科兴 还是国弱 现在直接去到 Moderna 也好 Biocheck Pfizer Novotex 阿斯特哲利康 也好 总之你打七七四十九针 都是有机会 那如果你要定一个清零的目标 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你说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就是尽做 你跟市民说 我们尽做就可以了 你不是要不断收紧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极权和没有制衡的政府 他不明白 他以为他要越做得事 他就越权力越不受制衡 他就越要用那个权力 他用的权力就要不断加政策 不断加辣 不断高压 然后这件事就会引来反响更加大 和那件事更加无效 有个东西叫Diseconomic of scale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Economic of scale就是 当你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的平均成本越来越低 但到某一个点 有一个turning point 就是到一个位置 你会发觉 越来越赚越来越少钱 那个架构越来越臃肿 越来越没有效率 政策也是这样的 由你完全无为二致的时候 OK 你开始发觉不行 你开始有些rules 你有些准则 但当你的准则过了某个turning point的时候 你就越拿越反效果 现在香港政府就是去了这个位置 你如何拿捏turning point 这个就是智慧了 所以英国佬为什么管得如何呢 英国佬拿捏智慧 他拿捏哪个位他要管 哪个位不可以管 哪个位要防 当然我不是神化英国政府 没有人是完美的 他就要找一些工具去协助 有些什么工具 媒体 是吧 以前的90年代媒体 百花齐放就不断吵了 你有建制的媒体 商报 星岛 大公文会 狂骂你港英政府 然后 你有反中的媒体 你有反英的媒体 有只是说娱乐八卦的媒体 百花齐放 然后人们就自己想 然后有议员 有NGO 有专业团体 就这样来 然后政府就不断拿捏 小政 一到这个位置不行 政府出手 政府没出手 政府就没出手 你看到英国佬做事就是这样 没生生例子 这次疫情就是这样 这次疫情就是 他最早说有英国病毒 然后放宽 然后不放宽 然后声称有护照 然后没有护照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确诊数字不断升 跌下来 然后市民生活如上 你就看到 那究竟政府做了些什么 没人在意 大家在探讨 英国是什么疫苗护照 英国的什么 英国曾经有个四级抗疫的 大家不知道 现在没人在意 没有人在意 在英国的人里 最好的政府就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 你只知道 定时交税 交税 交费用 交费用 交完之后 不用管了 政府帮我搞定 英国政府就是这样 你看到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就是 你要不断地想 你又想怎样 你又想搞什么 是吧 是吧 到处都检测 OK 你猜 有没有一些人 是因为检检一下 检到什么呢 是吧 如果你说到现在 水又可以传播 死物又可以传播 空气又可以传播 你这么密集 几个小时 你不要说中疫情 你焗都可能焗病 是吧 站都累都累到病 吹风都吹了 是吧 有人说 有人说 有居民说 在泰和体育馆 排了六个小时 喂 只是说每人这几个小时 整个经济 耗费了几多时间 你便说 那不是怎样 你便有事才去看医生 是吧 没有事 喂 现在足高湾 有些是没有病征 都隔离 是吧 有这样说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地方 可以做到你的所谓清零 有 中国 为什么 他整个城封都无所谓 因为他说到最尽 说到最尽 他整个城封都无所谓 你明白吗 你要去到一个位置 就是整个城封都无所谓 你做不做得出 整个城封全部不要出街 全部封 然后全部检测 然后全部检测 他有人手检测 他找一百万人检测也可以 他找一百万人去做检测 然后可能帮一千万人做检测 做完了 他真的会查到 他不介意每天这样做 没什么所谓 他就打击经济 你没有人知道中国经济是怎样的 告诉你 是吧 因为 何谓经济 就是市民找到钱 找到钱 就是 其实就是衣食住行 如果他没有衣食住行 就饿死 如果中国饿死 饿死便饿死 你有一个地方就是饿死便饿死 香港行不行 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行 你又要跟中国 你就搞到香港人 现在 就真的好像饿死 香港人 现在 做什么 现在 有多严重 600万人的人口 其实每天都是 几百宗 对吧 有没有这么严重 你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现在 是不是很多人都病了 对吧 好了 有人说 体育馆早六个小时 搞不好 然后去大埔区 流动检测庭 结果又排三个小时 有个市民就说 你不如整栋围住 抓我去强检好过 我差点看错 以为抓我去强奸好过 有些居民就看书 俘虏悟友 有些人就手推车 这样 好了 现在的疫情是怎样的呢 大家看看 卫生防护中心说 源头不明的个案 骗布全港多地区 即是整个香港都源头不明 那你就承认你的失控了 他说 希望增加检测能力 提升至每天30万次 是没用的 你300万次都没用的 因为你300万次 你检测完 第一检测完那个模式 他检测完就可以了 第二 你没有检测那些呢 是没用的 强检测是没用的 抢检是没用的 打疫苗是没用的 安心出行是没用的 是没用的 好了 接着呢 保莲子暂定 因为有确诊者到访 大佛将这个保莲子和天壇大佛 将它全面消毒清洁 房处说 有一个IT部经理初步确诊 还有 一个荃湾区27岁南警员 还有一个住手天水围区50岁附近 初步确诊 这不奇怪的 你的基数是这么大 你去到每天300宗 你每天300宗里面 按人口 按职位的比例 香港200万大公仔 我当成为200万大公仔 你纪律部队都 公务员20多万 纪律部队好像 纪律部队好像 我也不知道 10万8万 就是大约有3-5%是 纪律部队 那300万里面 我当成为5%是10.8个 其实每天中10.8个都不奇怪 问题就是 那10.8个会传给多少个呢 你根本就全面失控 我也很懶得说 到底谁中谁不中 好了 林平表示 打第一针的 突破八成 向九成迈进 形容這一個里程碑 你一百成都沒有用 現在當有一個國家是十成打四針都中招 那你邁向九成和八成有什麼分別呢 是沒有分別的 他只要谷針為面子 因為這個政府沒有誠信 他就唯有賴 現在他有將這個防疫完全失敗的責任 因為你們不打針 如果打完十成之後 我想問你政府 你打了十成 是不是一定沒有疫情 你敢不敢回答 一個都沒有 清零 你敢不敢回答 賭多少 如果有一個清零 你立即下台 當然不敢 他就知道你一定 因為沒有可能打到十成 他就永遠都有責任 其實這個思維就是這樣 他就說政府很快 如果達到九成以上 很快會制定相關條例 落實疫苗通行證 到時沒有打針的人 就會進入很多地方 都會出席活動 限制他們入很多不同的地方 2月24日就實施了疫苗通行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OK 那 那就 聶德權 就說這個 得來不易的接種率 並不足以抵禦急劇惡化的疫情 要抓起社區保護屏障 盡快把接種率提升九成 不 聶德權 你回答我 提升到九成之後 是不是可以防疫 有沒有人可以這樣回答 你說科學化 你找一個科學家出來 跟我們說 打到九成 有助控制疫情 我都不問你打到九成 可不可以讓你清零 你回答我 你打到多少可以清零 如果打到多少 結果最後不清零的 你下台 你按一下 那我覺得市民會和你多一局 是不是 政府你定的說 在7月1號之前 只要去到十成的話 全部放寬 那我覺得會博一個 是不是 你想捉針而已 如果你相信 你相信 疫苗的話 你不如說 達到多少個巴仙 就全部放寬 是不是 合理 你結果 你達到 你達到 我假設九成半 接種率 放寬所有限聚令 599G 你敢不敢 這就牽涉第二個問題 你又不想放寬599G 所以我去年 一年前我已經說了 你這個防疫政策 你有兩個目標 你不可以同時達到目標 你就是要打壓人民 以及要清零 光是清零都不行 你還要做打壓人民 什麼要打壓人民 就是用這些防疫政策 去限制你們的活動 不讓你們出來遊行 令你們難一點出入境 令你們出街 令你們搞黃店 你又要想連銷大打 那你就搞死自己 現在沒有人想你衰 我都說 很簡單 你如果對你的疫苗有信心 九成半 放寬所有 市民願意打 是不是 你敢敢 你又不敢 為什麼 你自己對你的疫苗也沒有信心 是不是 那你就不要說什麼科學化 大哥 他就說 聶德權說 當局做好各項應對措施 有什麼措施呢 增加追蹤個案人手 你怎麼追蹤 每天300宗 你怎麼追 你找多少人追 不要說廢話 又還有小學雞 提升社區檢測能力 你提升到多少 科學化 你目標想提升到多少 是不是每天強檢七百萬 是不是每人每天強檢一次 你要說科學化 推動市民自我檢測 亦都部署家居隔離安排 以圍堵截斷 你現在就是圍堵 你圍不了 哎 都說到口臭 好了 昨天說過了 禮賓府 污水情陽性 那是不是要強檢呢 你說得這麼嚴重 污水情陽性 我都說了很嚴重 污水 你真的像你爆石的時候 你可能會出事 有記者問 山頂至紅綿道一帶 為什麼不強檢 哇好看 山頂至紅綿道有什麼 特首罰 是嗎 警察總部 律政中心 英國駐港令市 美國駐港令市 槍竹軍答不了 他回應 他說 強檢呢 是根據不同的原因 是不是 例如 是根據一男子的因素 包括污水的病毒渠網分佈 人口覆蓋率 有沒有驗出病毒 如果涉及超級傳播和人口覆蓋高 就先會遺風強檢 如果渠網範圍很闊 例如整個深水埗 那你不可能整區區做著遺風 喂 你們夾好口供沒有 你現在就想遺風整個香港 香港你說七八十條隱形鏈 你一方面 你說如果渠網很大 你就不能做到強檢 做不到強檢遺風 那你現在又想做香港強檢遺風 一男子因素就有政治因素 你不是有一個準則 你真的是人質 那就不要說科學法 這樣說 這個第五波 現在 只是看運數 只是看天 大家就準備好處 如果你的工作 是會受疫情影響的話 大家就想想怎麼應變 總之這個政府的疫情 就愈搞愈衰 只會愈搞愈衰 現在政府做的事情 其實去到最後 只是拼搏 就拼搏疫情慢慢地去放緩 但放緩了之後 我當今天清零 很開心 譬如清到三十天 突然間又有兩個輸入個案 突然間又爆了一宗 卸了社區 又爆了 所以歐盟的商會就說 香港搞到2024都還沒得過 那你怎麼辦呢 不要緊的 各位網友 我們就苦中作樂 是吧 即是 就算你隔離好 在家裡好 那就是 聽下節目 看下節目 IT9就看完了 昨天就說了這個 昨天就說了這個 嚴明熙 很厲害 嚴明熙得到這個 秘魯 伊拉克 伊拉克 以及印度 深受歡迎 做假做到這樣 今天又跟大家說一下娛樂新聞 輕鬆一下 對 話說 就是這樣 就說這個 黃祖南 去年就做首席創議官 有報紙的報道 一年之後就已經沒有人了 為什麼呢 就說這個鍾佳欣 差事後一時 黃祖南就跟曾麗珍和樂奕玲爭爭爭 他就覺得 可不可以和你們兩個爭辯 我就帶隊北上 這樣 話說去年曾智偉就回到這個 TB做高層 就找了一班傢伙 回巢幫忙 其中包括在內地成為中藝王的黃祖南 幫他搞了些什麼 大中開心大中藝 好聲好氣 識貨 反應不足 何來反應不足 我真的看不出什麼反應不足 好 誰知道原來就說他之前發了一張照片 跟黃浩遜、高凱寧 去內地做交流團拍照 出秀 有傳 這次跟中間各族事後有關 因為中間就做一個聲空下的人意 完全沒有看過 就說網民很喜歡做民選的時候 黃祖南就想遊說他參加頒獎典禮 誰知道真理真和洛逆寧是不同意見的 所以他就無人了 結果中間就只是拿馬來西亞的獎 好了 這件事 一個垃圾台的垃圾爭拗 為什麼值得說一下呢 說一下辦公 就是說一下這個 又說一下CCTVB 黃祖南 當初曾志偉回來搞 我覺得他會 黃祖南一向都是一個藝人 給他一個管理層 一個這麼大的台 是很難死路的 何況曾志偉 我也覺得他是有心想搞好 但是 你搞完之後 頂頂呢 蜜月期過了 你說你搞幾個表演反應不足 說真的 其實這個CCTVB的問題 和你香港政府一樣 其實見微知著 見政權就遇見政府 見政府就遇見電視台 見你一個黨台 你好和不好 你是不能證明的 你怎麼證明他不好呢 我想問一下 你怎麼證明他的節目會不好呢 你沒有的 他是不是也收十幾十點 因為香港是否也有百幾萬人 你那百幾萬人出來投票 出來投票經驗很大成本 開電視是沒有什麼成本的 因為他回家 他就開著 他開著CCTVB 在這個世界 其實這班人 其實就是Matrix那班人 他不願意去改變 其實Matrix四我真的很喜歡 Matrix四裏面 最後有一句 他說 最後最後那一幕 那個analyst就說 最後都是我贏的 因為人類 就是喜歡我的世界 為什麼還有CCTVB CCTVB就跟你們說 你最後都是我贏的 因為有百幾萬香港人 甚至不只 幾百萬香港人 就是喜歡看我 就喜歡 正如這個世界也是 為什麼某強國可以這麼牙策呢 他搞一個驚傲 是吧 最後所有運動員 所有觀眾 又是要來 是吧 奧委會又是要賴我 說到這樣 好像很悲觀 但是千萬不要悲觀 逆境波 我們不在乎 總之我們的心態 我們就是逆境波 排面是輸的 我們永遠都有一個優勢 就是這場波是沒有法定時間 打到天荒地老 打到世界末日 是吧 那我們不會輸的 我們很難贏 但是我們不會輸 只要我們不放棄 是吧 一放棄那一刻我們就輸了 一不放棄 永遠都不用輸 這樣就好玩了 這樣就好玩 因為他永遠都會有人 永遠都有廣告箱 永遠都會有 永遠都會有 一百萬人 很糟糕 就是我不介意說 就是糟糕 你如果突然有一些 好話題之作 你看一下我都無妨 我又不是那些很 原教旨主義者 我自己不看 你看我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如果你 只要看CTVB 或者你覺得 你不會想接受其他東西的話 那你就 就是Matrix那些人 你其實就是一個人肉的電心 你只不過提供養分給這個政府政黨 是吧 而現在這樣的情況 當一個政權 他的政策是不需要負責 當一個電視台的節目是不需要負責 就會等 就只是等你仆街那一刻 你仆街那一刻 你永遠都回不了頭 你扭轉不了 好了 黃祖南做了一大堆的節目 說什麼反應不俗 挑你老母 在TVB做節目有什麼難度 你問我有什麼難度 隨便找一堆明星出來 亂做些事情 這些都是有人看的 對吧 沒有腦子的 OK 好了 然後做一做 開始過了一個蜜月期 因為去年 黃祖南當然要賺錢 賺到錢 開始發現賺不到錢 而現在內地 你打壓完一段時間 好像放寬了一點 我當然寧願上去找真銀 我覺得這個角度裡面 黃祖南完全沒有錯 CTVB 有什麼好搞呢 有什麼好搞 你搞不大的那些事情 還有他們的心態 他們只有兩個字 就是內地 以前香港不是的 以前香港就是我們打日本市場 東南亞市場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整個亞洲市場 再厲害一點 日韓市場 再厲害一點去歐洲 美國 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現在他們的腦子 只有內地兩個字 好了 去到這個 諾逸玲和曾麗珍 開始有排鬥了 因為一個管劇集 一個管藝人 好看似 看似沒有相干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兩個最大的權力來源 因為無線的命脈就是劇集 劇集就是用來捧聲 明星就是一個品牌 這就是那個概念 其實大家看CD要看什麼 就是看劇集 看他的劇集 以往就是看劇集 就捧一些明星 當你有明星 你的舞台就很厲害 就是這樣 好了 然後一邊就是管藝人 大家就可以鬥爭 鬥爭之緣 當餅夠大的時候 大家都不用爭 劇集有廣告 藝人出去有展示 現在的餅越來越小 你就要爭之緣 譬如管藝人的人覺得 我這個藝人要捧 你捧他 為什麼我要捧你的藝人 黃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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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擺名是聰明 黃祖南 你見他 你見他 他是一個 滑頭 他很香港仔 見到細色不對 我在這兩個女人之內 我什麼都爭不到 我就寧願翻歲 我和你爭吵 我上面一個秀接幾十萬 出一個綜藝節目 一集有幾十萬 不過你代不代得是你的事 賬面上起碼有錢賺 那就閃了 好了 說一下娛樂新聞 說一下廣告 我見到一篇文 找了一個 廣告達人曾錦強 曾錦強 我又不認識 但是我搜尋一下 這個KK爭 似乎在行內也有一定的地位 如果有做廣告界的朋友 可以補充一下 究竟曾錦強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他就分析一下廣告的情況 好了 MIRROR當然是厲害到爆炸 上年的上半年 已經100個廣告 很誇張 半年100個廣告 半年大約是180天 或者兩天一個廣告 哈哈 現在COLAR也很厲害 你看到一出來 有 不過Cucci那個 不知道有沒有付錢 就未必有 補充力的一定是有 當然是一個 好的品牌 形象也很配合 這個女團 也開始越來越多廣告 好了 曾錦強就說 因為有了MIRROR和ERROR之後 廣告商對於ViuTV 可反而有些信心 覺得 這個就是品牌效應 他覺得你既然做到MIRROR和ERROR出來的話 那COLAR不會差到哪裏 那我就可以有膽下廣告 其實最重要就是曝光率 為什麼CTV誰這麼兇呢 就是他有曝光率 但這個曝光率其實是虛偽的 這個曝光率 現在你還在說 修時 其實 當去到某一刻 當去到某一刻 廣告商是抨棄你這個所謂幾多點 這件事 CTV就正式受皮 就等你 我想一年洩三季了 有一季可能賺錢 大陸可能扔水那一刻就賺錢 就等於這個政府一樣 政府其實現在 現在民意是崩潰的 是吧 但是為什麼政府 因為政府有權力 他有刀槍 但是廣告商 你迫不了他給錢 是吧 當他覺得 喂 你CTV 你好像很厲害 是吧 你每個劇集有幾百萬人看 我下一個廣告 回不了 還要被人抵制 是吧 我下一點點錢 不要說Viu 我下一些Youtube 我下市當真 是吧 你CTV 一開開幾十萬 可能其他市當真 可能Youtube 和ViuTV 都不便宜 但是 有效果 是吧 不用加 你一整個MIRROR 是吧 整個MIRROR 整個ERROR 整個CALLER 是吧 不如這樣看你什麼產品 如果你打年輕人產品 你一定在ViuTV 你無線那邊賣什麼廣告 是吧 是吧 好了 他就說 嗯 他說由於一段時間 都沒有新的團隊 新的團隊出現 廣告商就是要新鮮 而剛剛出道的女團 正好就被他提供了 新的面控 這樣 他說TVB的時候 我覺得挺值得分享 他說 為什麼MIRROR 為什麼突然會這麼厲害 在廣告界方面 就是從前年的年底開始 他說他幫到廣告界 就是因為第一個社會 還是很受政治影響 他說沒有人找不到代言人 你都不知道找誰 太黃太藍都不敢用 而坊間出現很多TVB的Haters 就是說無線藝員都要被用 那就糟糕了 當你CTVB壟斷了所有銀行的時候 你找誰的作為人 而這個時候MIRROR就彈了出來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地利人和 那麼就 嗯 MIRROR就 和ERROR就接拍了150個廣告 姜濤自己本身也納幾十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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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長遠來說 他只是靠MIRROR 就不是一件好事 這樣 所以 是 再次證明香港 其實 香港的餅還是夠 藝人娛樂圈這個餅還是夠 只不過被你CTVB搞到 那個群組織都爛了 但是沒辦法 因為你長期壟斷 長期壟斷就會腐爛 就會腐敗 只是觀看也不夠 其實有一個最好的 第三方的競爭 就是Youtube頻道 其實 所以 也有很多天都做什麼 所有KOL 但是 怎麼說呢 你現在香港要走一條 叫媒體走一條路 就是要 其實事當真是一個挺好的例子 事當真 那些什麼 熊仔頭 Arm Channel 那些現在就要提升多個位 可以進入屋 我覺得現在 Youtuber 和ViuTV 這個collaboration 是挺好的 作為一個 第二勢力的崛起 是一件好事 希望 香港人多東西看一點 加油努力 就是這樣 最後 說了兩句 驚傲 都說了一句 我們只是看看有沒有什麼 糟糕 其實都很難 因為你所有新聞都封鎖 就算有壞消息 都不會讓你看到 但有一件事都可以說說 就是武林聖火令 那個火具 原來最後一棒 就是一個新疆的運動員 去鎖 這個就是越野滑雪的運動員 那他就和另一個中國運動員 趙家文做火具手 CNN的新聞報道 就說這個是 嘗試轉移視線 美國鎖聯合國大使 Linda就說 我們知道 我們就知道 新疆是發生種族滅絕的 我們譴責了 拜登也譴責了 我們明確表示 中國就明知故犯 做這些反人類的罪行 收檔了 中國現在擺明就是串竅 擺明就是串竅 你說我新疆有種族滅絕 我有個新疆選手 我擺在最後一旁 這些就是很典型的那些 家暴完之後 好像看電影一樣 然後 你為何打女人 然後 捉著女人 我沒有打你 我沒有打你 我沒有 我自己跌倒了 就是這樣 那怎樣 你出了什麼聲音 美國 人家找了所有新疆人出來跟你說 現在就算我當你真的進去做訪問 你以為新疆人敢敢跟你說 他被人種種滅絕 他也不會 所以 美國太無法搞 沒有了 台灣 說兩句 台灣最後 死死地氣 又要參加 本身是想說 不參加 起碼不參加開幕儀式 結果又參加 當然 又是繼續要用中華台北 是不是 台灣 是不行的 中華民國 都是不行的 你只能夠用中華台北 而內地 就直接叫做中國台北 這樣 那你說是否無聊 你這樣進去 你就被人 被人玩 被人死你 是不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叫中華台北 這個名字 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台南不用參加 我當然知道有典故 但是你這樣 別人也不明白什麼叫中華台北 是不是 中華台北 那為什麼不是中華民國 是不是 中華台北 為什麼又不是中華台南 是不是 唉 你又要參加 我也不知道你參加什麼 這就是台灣內政 我就不干涉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已經壞了45分鐘 是不是 好 感謝大家支持我們繼續努力 下集再見 拜拜